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阿N与阿N这个频道,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粤剧《明灵花弹》、《楚咒云》的戏剧人生 在1950年3月至9月,省港之间 都仍未被政治封锁的时期 这个时期,《楚咒云》亦在香港演出过半年多 《楚咒云》的一些名剧戏部 都曾经搬上过《银幕》拍成电影 在1959年至1965年 《楚咒云》继续在剧院一团 继续在伙伴员雷雁星、罗品超、罗家宝等 演出《蛇菜花》、《代玉墳稿归天》、 《黄宝村之别遥》、《黄宝村之回遥》、 《苏三喜解》、《星星旅追咒》、《白蛇转》、 《临冲交别丘妻》等多出名剧及截止戏 厅점成长 bond货 《楚咒云》的表现 ligger逼高下是各方面旳 者是各方面的 他的 firmware com casa 和 绝技艺术 都是说其次数项, 可以说是相当之好,是第一的 他特别超却出色的就是圆态功、水奏功 扎脚踩脚功、水法功、翻功、腿功 以及南派、北派的武打招式 譬如刀法、枪法、剑法等武迷的花式 都相当出色 此外他也擅长踢枪、打脱手、一字马、 把子弓、念白弓、就云腔、吐血功夫等等 以及一些传统排场戏的表演功架程式 他都相当之限熟、相当出色 不是单方面的,是各方面都很擅长 1963年至1965年之间 楚就云演出《蛇菜花》、《黄宝村》、《代玉归天》、《白蛇转》、《湖不归》等 这些舞台剧,就肚肚买了 《香港丽的呼声》、《有线电视台》 也曾经将这些精彩的演出 作出现场的直接转播 给当时收费电视观众欣赏 去到1970年代 他就在学院教导 青年剧团唱造演出 1979年代 他就曾经火拍名单 郑以文排演他的首本戏之一 《代玉坟稿归天》 就打算将他录影 拍成视像做教材 以便供日后其他学员学习 大可惜没有办法做到成真 因为种种原因 《楚就云》直到1950年 就在香港曾经拍过大约20出电影 最近期的佳作是有1950年前后的《可怜女》 《刘金定斩四门》和《代玉藏花》 他在电影方面拍过《女玉郎》、《冯合云》、《康山绍》、《关德兴》、《新马思增》、《黄学昇》、《黄千岁》、《曾三多》、《白俱荣》、《墨炳荣》等 在1941年和十多岁的《凤凰女》曾经向当时 十多岁的《楚就云》拜师学艺 但当时因为《楚就云》相当忙碌 因为演出很频繁 所以拒绝了《凤凰女》的拜师 他说因为太忙了 所以没有时间可以教她 所以拒绝了 如果成功的话 一个十多岁的《凤凰女》 就拜这个十多岁的《楚就云》做师傅 可以说成功的话 都是一个离缘的佳华 可惜就不事成 《楚就云》后来 就在六十年代 就收到《凤凰娟》做契女 而且就识心教导她一些粤剧功架 和唱造的演技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楚就云》的一些 舞台的现场录音 和一些唱片的名曲 《董小远》之《思公子》 这是1966年的录音 《蛇太花》之《郊遇》、《彼母》和《撒庙》 是1963年的录音 《黄宝村》之《平贵别遥》 是1961年的录音 《交别丘妻》 是1961年的录音 《西施之劫后燕阳》 是1960年的录音 《荆坡别母别妻》 是1960年的录音 《燕燕造媒调风月》 是1959年永江名剧团 《名剧部份的现台录音》片段 《尚俄宾月》之《尚俄夜怨》 《港寒宫》是1957年的录音 《戴玉焚》是1957年的录音 《金村头井之别远》 1957年录音 《刘金定斩四门之冠药》 1956年录音 《刘金定斩四门之思探刑房》 1956年录音 《青梅竹马》1941年录音 《风火增》1941年录音 《晴关俘虏》1941年录音 《七情迷佛祖》1936年录音 《彩年歌》1935年录音 《亦别》1935年录音 《琴吻顿春深》1935年录音 《九童碰八晚》1935年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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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来跟大家介绍 楚就云曾经拍摄过的电影 他曾经拍摄过的电影 《九童碰八晚》1945年录音 《九童碰八晚》1946年录音 《九童碰八晚》1947年录音 1946年的神秘小姐 1942年的黑衣怪人 1941年的杀人小姐 1941年的角蘭才主 1941年的八尾圖 1941年的燥染藍橋 1941年的蕩購資 1941年的生母寵 1939年竹積鴨 1939年鐘無厭 1939年十二寡婦 1939年梅開二道 1938年風流寨 1938年的梅之虎 今天和大家分享 《楚咒魂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 亦全部完結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點讚 訂閱分享 下一集 我們就會介紹另一個 《粵劇名寧》的戲劇人生 請大家多多留意 拜拜 拜拜